事实上这一连串的中美的军事对抗 最早还是源起于 今年4月那时候中共以一谋霸 那在美军航母染疫的时候 这个趁机在台海南海作乱 所以你看到美军随即 在4月底5月开始 就频频派军机进入所谓的南海 进行自由航行 那每个月还是固定的 这个派军舰通过台海 那我们看到美方的动作 当然不止于此 它事实上大型的这个军演 从8月开始一路下来 几乎没有停过 从这个环太平洋军演 然后一直到勇敢之盾 在关岛勇敢之盾军演 到太平洋捍卫者 然后接下来这个月月底 在东海还会有一场 这个美日联合力舰大型的军演 那这几天它跟这个美军的 雷根号航母跟这一个 日本的加贺号这个直升机护卫舰 未来它也会改装成轻航母 那搭载F-35B战机 那在南海做了一个联合军演的动作 这个动作基本上来说 大概我预判它会一路 联合演习这样一段 组成一个联合舰队 这也是印太盟邦的一个组成之一 一路从这个南海 然后演练 然后进入巴士海峡 然后到菲律宾海 然后再回到东海 一直到美国总统大选前后 那这个目的当然是要 再用于这个警告解放军 不要借这个机会 在这个利用美国大选 可能这个它认为 可以有机会见缝插针在台海 持续对台施压 然后在南海也为所欲为 所以持续在南海上面 对这个解放军加大压力 那当然背后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震慑的一个目的 那特别是我们看到雷根号先前 他这次的行踪 连解放军 连官媒 中共官媒都认为说 这个飘忽不定 非常不寻常 因为先前 这个我们看到他从菲律宾海 然后进去南海之后 时间很短 那短短时间内 就做了一个大规模伤亡演练 这个演习也让这个解放军 这个为之 这个 这个 有点傻眼了 他说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做这个演习 事实上这表示说 美军在南海的一个备战上面 已经有一个最坏打算 那连这样的一个航母 受到攻击的演习 它都开始在进行 但是这背后不是真的担心说 会被这个中共的 包含它的东风21地 东风26来攻击 如果真的担心 它就不会进入南海了 所以先前 解放军以四枚飞弹 然后中间有两枚失踪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打击 所以要威责这个 这个美军的航母 其实是失败的 那进到这里 他也是透过这样的过程 告诉这个解放军说 我有准备 我准备好了 你不要再继续挑衅 在南海扩张 那同时他速度非常快 做完这个演习之后 进入马六甲海峡 本来外界研判 他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 进入印度洋 他随即回头 调回头之后又进入南海 所以这时候北京方面就紧张了 他就担心说 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敏感 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你派这样的一个舰队 因为这次不是只有雷根号 另外还有这个一艘的 这个提康德罗加级的 安提坦号 还有另外两艘 这个伯克级的神盾舰 那加上日本的这一个 护卫舰 他还有一艘苍龙号的 这个AIP能力的这个潜舰 也在这个地方做联合军演 所以对这个北京来讲 他也担心 你会不会在这个时间点 在南海 对他做什么样的 一个军事打击动作 那特别昨天我们看到 美军在他的 路易斯安那州的 这个本土基地又展示了 8架B52H的大象漫步的画面 8架B52H一架 可以至少再弹30吨 那他的这个8架 这样算起来 事实上飞一趟南海 基本上南海7个岛礁 全部都会不见 所以这样的动作 当然会让北京有所顾忌 那也担心 所以你看他最近 也包含我看到大纪元的报导 也讲说他在这里 要进行一个三杀二号的 也是一个人员伤亡的 抢救医疗的时兵操演 似乎也在回应 也表示说他也有备而来 那会在这个地方做好准备 不过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说在美国 总统大选前 这个时刻越来越逼近 事实上南海跟台海 甚至东海的一个氛围 当然会相对的更加紧张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 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 会定期的接收到 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 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